音樂 你們兩個好棒美啊 今天我們在現場 難得了坐滿了人 坐無虛心 每一個人都同樣地前進 在這樣的一個感動裡面 讓我們用藥力表達再次的謝謝他們 緣道而來喔 帶給我們光芋與希望 謝謝你們 總共有40多部的作品在全世界目前已經獲得超過150項包含電影節等等的各大獎項 這兩位女主角所穿的衣服就是戲中的戲服 這兩套衣服也獲得了雅典國際電影節最佳服裝設計獎喔 整個集合的外國歌曲 我不會說我就是在一起的 你為了你為了我 那你為了你為了我 你為了我 我為了你為了我 這個真的是 西娃人性 社會的光明面 世界的光明面 跟他們這樣宰散博人 这个世界应该是没有战争 我特别感动的是 李美月她用她的宽容 用她的善良 去融化了她心中的那座冰山 我也要想成为影视界的一股清流 想把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 你想要传递给别人纯善纯美的一种状态 它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动作和眼神 所能表达出来的 而是你真的要具备一个很纯净很干净的心灵 它是发自内心所表达出来的 同时我觉得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吧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以及光明的电影 希望大家今天就带着这么好的心情 能够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们带给大家这部影片 就是希望把美好光明善良正的能量带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能量传递出去 听了她的分享也非常感动对不对 我想呢身为一个演员呢 一辈子能够演到这么好的戏 我想她自己也是充满感动的 这个影片呢拍得非常好 让我们看得都真的很感动 立志人心的一个很正向的影片 这部影片的话让我触动了更多 放下怨恨 才会有力量 不管是从剧本或者是这个演员的表现上来讲 都非常的好 这部电影它融入度很高 超宗教政治 它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 很感动 还是感动 把这些人性的善表现出来 善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演员莫莫是在感人至深 我们看到在这个乱世当中啊 有些在道德败坏的情况之下 有一群演员演出了一场动人心过 以善良宽容的电影 虽然非常的平实跟朴实 却能十足地打动人心 他们把一个美好幸福的光明的感受 带给目前在乱世中的台湾 我觉得非常感谢他们 是带给人的希望 整个的影面里面是 用生命来影响生命 这个是更高层次的一个思维 所以它这个格局是很棒的 旁边很多的人 是不是在利益挂帅之外 还可以有真实的 真理方面的启发 我希望越来越多人有这个情操 会让你的心境会更加明昧 然后你会怀有一种感应的力量 让人的那种心境 突然间从那个乌云密布 变成了阳光普照 那种温暖 那种光明 那种感觉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去迎接一个全新的一个自我的那种感觉 那是一种云过天晴 而且是应该说是一个重生的感觉 是让我是非常感动 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会让我们坚信 只要透过真善忍 应该可以达到我们的乌托邦 就算没有看到奇迹 也可以让我们找到我们心中的平静 我们的平安 能够做出这么好的电影 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 好的片子要能够感动人的话 剧本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去留意了一下 看今天的片剧是谁 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人 是一个小组 是一个两个单位 他们功力真的不错 各位演员的表现也都很不错 很多桥段也的确让我感动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但是看了这个以后 我真的觉得一定有办法分享出去 把这个真善忍好好的扩散出去 看了这部以后 给我很大的冲击的是 真善忍这样子的概念 有必要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好好的去推广一下 真善忍的这种精神 其实是现在的社会非常欠缺的 尤其是这种道德 一个败坏的一个社会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说 有更多的像《演员梦》 这样的一个电影 能够呈现出来 过来看 因为只有亲身去看到这部片子 甚至接触在剧中的这本书 你才能体会到身心受益 这个是超过所谓的语言而表现的 没有想到说 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这么的改变 让这部优质的电影 这份善良跟美好 传达到我们全世界每个角落 有机会的话 这部电影一定要看 真的太棒太棒了 激励社会人心 这个太棒了 所以这是一部很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部电影 更多人可以分享 可以看到这个的话 我相信这个扇的力量会非常大 我很推荐朋友们 有机会去看一看 相信你会得到很多东西的 显zt 想法 伤害 叶圆梦 台湾青图 手音成功 台湾糕秋 手人成功 台湾 手印成功 台湾 手印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